今天是那個17章的作業 然後 今天是這個最後一堂課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把 18章的這個公務上網 但是我們不考18章 想一想這個 你要知道還是 就不考他的 只要 雖然說講是講不考 但是其實他裡面很多在前面 所以 就不知道你是8章 但是你要把前面這個 15、16、17這三張其實 我們上次考到15章 是這樣15章沒考我們 那 考試的整個範圍呢 就會從這個 15章的中半段開始 就是那個彎戶彎過 那時候我們沒考到 彎戶彎過的進去 記得嗎 你從一個 這個 13章的單影 怎麼去做 比如說我加一個HS 你會得到 加成那一二分一四個 那什麼選擇 它有熱力跟重力的選擇性 對不對 那你要請去解釋它 好 那 產率 這個會有不同的產率 不同條件之下 那你怎麼去解釋 在不同條件之下 得到 1-2 跟1-2的發達 規則不同 產率當然不用給它 但是你要去解釋 為什麼會得到 這樣子的 這個不同的結果 這是 這個15章 我把18章講下去之前 我們先稍微 review一下 二學習 其末考的部分 然後呢 還有一個什麼 這個 這是一個對不對 還有一個什麼 你的 這個很重要 你要能夠正確的判斷 你用一個 這個 呃 打印 對 一個打印的板 去發生了黃化反應 發生黃化反應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跟大哥介紹過 我如果是一個打印 我這邊有取代機 加上呢 這邊 有另外的取代機 我做出來的東西呢 會是一個 塞口的這個 開始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取代機在這裡 以及呢 不曉得 這個B在什麼位置 這個A跟B呢 往上往下是 可以去決定出來的 對不對 它是一個鏡像 但是要畫出一個就可以了 不用畫出另外一個鏡像 然後呢 這個B在放這裡 還是它在放這裡 這也是你要去正確判斷出來的 所以 不要說其實不難 其實不難 好 那我其中呢 有可能會叫你去解釋一下 比如說 什麼叫Andal rule 我得到一個Andal rule 什麼叫Andal rule 你為什麼會得到它 來自什麼原因 就是這樣可以 好 那題目不會考你那種很刁難的 原則上就是考你正常的 正常的結構而已 讓你好判斷的 那你可以很快判斷出來 我得到的常務 為什麼是Andal rule 為什麼是Andal rule 這是你要 能夠很快的去 這個 判斷的 好 然後呢 到了這個 16章開始呢 我們是不是介紹了 什麼叫方向儲化合物 所以方向儲化合物 我會告訴你一些 criteria 對不對 隨便解個 criteria 告訴你什麼呢 我必須是一個環狀的結構 然後呢 環狀結構上面所有的原子呢 都必須要是SP-2 SP-2 或者是呢 很少數看到SP 可是SP-3 絕對不行 對不對 然後呢 這些分子呢 構成環狀結構之後呢 它必須要是平面的 為什麼是要平面呢 因為我的PoPo要OP 我才有到辦法 讓我的這個派電池能夠共振 裡面一個很有名的意思就是 當我們講到SYCO-O O-TOP-TRINE的時候 四個這個雙劍 八個炭的時候 它的結構會折起 變成像浴缸行為 它 連平面都沒辦法形成平面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進入 Alimatic Anti-Alimatic 判斷 當我是平面的 是這個派電子 是SP-2的連續混成 然後是這個環狀結構之後呢 最後一個判斷是什麼 它的能量是上升還是下降 如果是上升 它就是Anti-Alimatic 如果是下降 它就是Alimatic 那你怎麼判斷能量上升還是下降 用HUCO-SRU 來判斷 我的電子是4N加2 它是屬於Alimatic 的Pi-Eletron 它就是一個方向主化而已 如果我的Pi電子數目加起來 它是4N的 代表事情是什麼 它是一個 當我排列到鬼域上面之後 它變成是兩個radical 站在一個個半滿的鬼域上面 這時候就是一個比較不容易變的理解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是4N的時候 你得到的會是一個Anti-Alimatic 的Product 所以到處會列出幾個 可能這個10個 9個Compound 讓你去判斷 那你判斷的時候呢 你如果可以把它寫的詳細 告訴我說為什麼它是 這樣更好 比如說這個 就平面來看 SP2 然後呢 Secate Compound 對不對? 然後它是這個 這個平面型的 那如果到很大環的時候 無法判斷的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寫說 1Planet 然後它是一個Anti-Alimatic 或是 這個 Non-Alimatic 這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進到了雜環的原子的時候 我們換作實際內介紹它 因為呢 這個雜環原子在自然體 太重要了 很多很多的這個雜環化合物 對不對? 所以我雜環化合物進來之後呢 欸! 我有含了蛋氧油 含了蛋氧油之後呢 我該怎麼判斷它到底是 Alimatic 一樣 我把這一些 環狀結構含了蛋氧油的呢 算進去 它如果必須是SP2的時候 它有沒有多的 N 這個 如果有 它就必須算進去 Pi-Alimatic 如果呢 我要讓它完成是一個 這個 SP2的時候 它必須要算進去 SP2混成 折這一對蛋氧油是不能算進去的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 估算你的 Pi-Alimatic的數目 有沒有符合 Nu-Coast我 你就可以看算它是 這個方向平衡 再進一步的 如果你這個分子呢 經過的Dipodomagic 拔掉氫 產生一對 這個 Anion 這個兩個 Nunbounding的種子之後呢 它如果形成它之後 能夠 讓它變成是一個 Alimaticity的特性的時候 這個分子會不能夠穩定存在啊 它還是不會穩定存在啊 可是呢 它會是一個穩定的中間體 所以它要促使反應往這個方向去進行 這就是我們在討論到 這個五環的結構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五環的Pirod 它被拔走了這個 五環的這個Sytho-Panda-Dine的時候 我被拔走了一個氫之後 它形成的是一個N等於6 Alimatic的這種 這個Anion Alimatic Anion 它叫做方向值 這個時候呢 它傾向性就會變高 它的氫就很容易掉 掉的時候只得到一個負電 那負電盒就會做下一步的反應 然後你就往下去做反應 如果你今天反過來 我是一個Sytho-Panda-Dine 可是呢 集中一個氫子接OH 它到時候離開了 都是電盒是帶正電的 這時候呢 這個五環環帶兩個雙劍以及一個正電的 這個中間體呢 它是Alimatic 它就不喜歡這種電視器 它就掉不掉了 它就掉不掉了 所以它就不會是一個 會發生反應的地方 所以這在幫助你判斷一個反應 我如果電你一個反應 你電你判斷的時候 這反應會不會進行 或是我直接告訴你 我直接告訴你的反應 我進行 行李跟我解釋的意義 這就是一個基本的解釋的概念 然後告訴你一個結構 比如說我有Purine 我有Purine 這些你很熟悉的結構對不對 還有這個Purine 有Purine 這些結構裡面呢 如果我含氮氮的時候 哪一些氮氮是具有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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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也可以判斷嗎 怎麼判斷 那當我氮氮上面的 Non-bounding electrons 它是沒有進入Purine 這個計算的時候 這時候那個 那對氮氮就可以拿來給氮使用 它就可以去抓 別人的氢 或者去攻打別人的 Eatrophilic 或者這個center 它就是一個太景性的 這個原子 如果沒有就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 有連續性的判斷的方式 接下來進入到了17章 最後一個章節了 我們把方向組合物 怎麼去進行多功能化的修飾 因為這些方向組合物 多半可以從石油原油的分用物裡取得 可是呢 你要往下做延伸的時候 你必須做合成功 才能做得到 那為什麼去做合成啊 一個方向組合物 也是一個環嘛 要嘛它是六元環 要嘛 它是這個環狀結構裡面 要去帶一元子 當然你也可以是三環 也有可能是第二環 但是呢 它就是一個環狀結構 那我怎麼樣在這個環狀結構上面 再拉上其他的觀能機 就是17章挑你 在17章挑你很多很多的反應 可是這些反應呢 會出一個目的 幫你把你的方向組合物的 觀能計畫去擴大到最大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一定會考你一些 這個很基礎的 不會考你一個很複雜的分子 但是會考你很基礎 比如說 我有一個本環上面 我有兩個取代機 那我問你啊 這兩個取代機 你該怎麼樣子 從單純的本做過來 那你要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我有一個Nitro 如果我有一個Messure 那我應該先做Nitro 我先做Messure 如果單純以Atebating 跟點Atebating來講 我當然也要先做Messure 為什麼 我如果先上Nitro之後 我就放上一個點Atebating 那我下課怎麼上 我跟下課怎麼上 對不對 因為你放了點Atebating之後 我的下課就很難進來 所以一定要朝向這個方向去做 那反覆來去看啊 如果我要只放上一個 碗機的時候 怎麼放碗機 我們在17章的中漫章告訴你 你可以做Messure Messure 有時候出現一個問題啊 當我放上碗機之後 我的產物比我的70物的反應性更高 所以會出現什麼 會出現多個反應點 所以這時候你要怎麼去改善這件事情 我就要用Messure Messure Messure 我放上去便是先多帶一個 C-O-double-bomb的鍵鏡 這個時候呢 我會變成是一個拉電子機關 先降低反應火星之後 我再把C-O-double-bomb去掉 對不對 我用心去把一個還原條 變成是一個環鏡之後 這時候你已經 因為我已經終止這個 這個取代反應了 所以我不會有出反應發生 這時候我再把你的C-O-double-bomb去掉 去掉之後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開始去進行 這個下一步的Nitration的反應 我是進行下一步的Sapenic反應 所以這次在合成的時候 你會遇到的問題 當你在寫實際上的題目的時候 你一定會不斷的出現這種疑問 我怎麼知道要先放這個 或是我怎麼知道要先放這個另外一個 我能不能顛倒過來做 當你遇到這個問題 在寫這些題目的時候 記住一個概念 我要去進行這些分子的合成的時候 我一定不能讓D-A-Double-bomb先上 我讓他先上之後 反應先處於怎麼下降 他根本不會動 對不對 第二個 我放上去的東西呢 不能夠是一個高反應性的 不能是一個高反應性的 當我越高反應性之後 他總會去跟D-A-Double-bomb發生 這個 這個 互反應 還有呢 我放上去的說 MVT 他會去這個 引導我下一個進來的 是往Oror跟Meta的方向走 所以如果我要做這件 我必須先放 這個推定子機的先進來 讓他要引導 這個Oror或是Meta 下一步再進來 這是你在合成它的時候 一個基本的概念 你要妥善地去應用你的這個 取代機 誰先把引導下一個進來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實際上是教你很多 這個 你用推電子機的時候 他會引導你的第二個取代機 進來的位置是在 停位跟退位 如果你用推電子機的時候 他會引導你的這個 取代位置是在進位的位置 在Meta的位置 可是呢 你在用D-A-Double-bomb的時候 你如果要進入D-A-Double-bomb的時候 你如果要進入D-A-Double-bomb那一定是什麼 沒有其他方法了 否則呢 他降低了反應數據之後 你就可以做下一步 管理 除非是你就是看完 真的沒有方法 你只能夠利用先引入這個 這個Meta 想去做 先引入一個拉電子 可以做Meta的取代 OK 所以你要去 從你的題目之後 你要去先把你的題目做解析 看題目裡面哪些關鍵是可以動的 哪些關鍵是可以動的 在這個 你們的題目裡面 我不會出那個 太多步驟 不會出競爭點門 就是 大概在兩三步段再做完 不需要再減緩 不需要再轉化 但是 在實際的 應用做的時候 實際是需要做很多步的轉化 還要再做一些 比如說 我做完一個Excelation 我做完一個Excelation 我還需要再做氧化 我還需要再做 那個 秀的加乘 做不同的反應 不然是可以之後再去學東西 至少現在必須的階段 先把這一個 這一個 本環的加乘這些東西做完 今天先給你練習看看 我下禮拜都會站 下禮拜都會站 所以請你跟我約時間 然後 最好是幾個同學一起來 然後我會建議你們 做這種題目 實際上題目你做它的時候 你一定會變問題的 因為你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能不能反過做 有一些題目可以 有些題目不行 所以你來找我的時候 我會給你看 你的方法如果覺得是OK的 我告訴你你就是可以做的 但是因為我們給你 給你聽的相對簡單 通常都有一個方法而已 通常都有一個方法而已 通常都有一個方法 你取代機越多 你就越多種方法可以做過來 但是通常可以聽的 是隨一種的 所以請你們在 去這個練習它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 先想想看 不要急著看答案 不要急著看答案 你先寫寫看 然後看看你的答案 你的寫法跟答案 解答給你的這個作法 哪裡不一樣 然後去思考它 怎麼這麼做 你看你去思考怎麼這麼做之後 都會來檢查自己的 你就知道自己是哪個地方的犯錯 哪個地方你是不能夠這樣子做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會把這個 還有再上最後一個 一個你区域的這個 elemental substitution 做親和性能取代反應 這些反應機制 請你一定都要會寫 一定要會畫 因為我不會單純告訴你機制 但是我都會請你在過程當中 去你畫出某個機制 跟你畫出某個機制 這個是比較能夠去知道 你是真的 不知道整個過程在做什麼 所以 今天我要考這些而已 就考這些三張 三張 15、16、17 然後我們後面18張 我這邊跟你講完 那我們後面部分就講不完 因為實在課太少了 課實在太少了 但是這個之後 你們如果有興趣 或是你們覺得有需求的 你們可以隨時跟我聯絡 回去跟我聯絡 那你們覺得這個哪邊可能有問題 看不太懂 如果說那裡真的後面有需要用到的話 但是我花很多時間在 方向主持有原因的 因為這邊是你們會用到最多的地方 你們在 你們自己在上個課 你們自己 重要的這一些進階的 深化分身這些 可能會用到 就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會把這個18段部分 跟各位介紹 好 不曉得講不講的 但是都沒有關係 因為後面的部分呢 很多都是跟前面 在十一章 甚至十張學到的很類似 尤其我們在十張 十一章 學到的很多這個合成 全同的合成 但這地方是重複出現的 那TTT有很有問題 非常重要 我們首先繼續講 TTTTT厚是 是 APODIs 是一個生物體內 不存在的 觀燈機 所以理論上 Sie Denso provinci 本身可以是一個 Bio сторон Simon 我們叫生物分教性的 所以在近年來 很多人在用 El запOdH см 全基的取代 automation 當成在生物體內 鎮 derm接用 作中微觀繩機 那為甚麼 生物體內最多的 關燃機 不要講最多 高含量的一個高核心管理器是什麼 是Amin 收聽了非常多的氨基 Free的Amin NH2 在哪裡看到Free的Amin 你會在 氨氫酸裡面看到 蛋白石測電 看到Pisic 所以看到Free的Amin 看到一個1級的 你會在Lysic 看到一個Primary的Amin 看到1級的氨 Pisic 看到12級的氨 然後呢 你會在Bass 也會看到 在Bass 也會看到 然後呢 你會在很多糖體會看到 糖體裡面會有這個氨的取代 譬如說 獨奏糖胺 獨奏酸蜂 獨奏糖胺當然是非常常見的 包括PoE酸 也會帶有這個NHA-1級 它有比較氨基的取代性 所以這些氨的這個取代性 存在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會跟這種L-D海的這個機款 產生鏈結反應 所以L-D海是一個相當好用的這個取代性 將來你們如果有機會去做到這個 跟蛋白質相關的研究的時候呢 你會用到一些很重要的L-D海 比如說很重要的L-D海叫做這個 Hu-Ti-L-D海 Hu-Ti-L-D海呢 它是一個這個四個碳 末端兩個碳是Bi-L-D海 是兩顆全基在末端的 這個在搜尋我們是常常被拿來做這個Close L-D海 就是說我有兩個蛋白質 這把蛋白質呢 我要把它給抓在一起 你們知道蛋白質的作用很重要對不對 那你這些蛋白質的作用的時候 通常呢 正常情況之下 是利用Nun-Code-L-D海 是非共駕者 兩個是靠在一起而已 然後利用彼此的氫核力 抓在一起 那氫核力怎麼出現呢 氫核力這件事情是一個 就化學角度來看它 我把它做得非常下微觀來看它 其實很容易解釋 它發生在什麼情況呢 發生在 要碼是這個Church Intaction 要碼是Hydrophobic Intaction 要碼是Vanderwals Intaction Vanderwals Cores 對不對 要碼是London Dispersion Cores 就這些作用力 沒什麼可以做用力 可是在一個系統上 你這麼多蛋白質 就只有兩個會碰在一起 然後利用這些蛋白質在一起 抓在一起 這個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每一個生物分子都有機會提供這些作用力 為什麼 特定性的兩個蛋白質會抓在一起 互相靠近 所以對我來講 最近London Dispersion 在微觀的程度來看它 它是去加強它的作用力 把它抓好 抓牢而已 但是我第一步的 互相的靠近 往往都要靠什麼 靠它的自然形狀介護 對不對 我有Iteam Sun 我有我的這個SiteChain 我有我的一個Pattai Complification 它要靠它的自然形狀去 去induce那個binding 然後這個binding出來之後 結合力出來之後 我再利用其他人London Dispersion 先把它夾住 所以這個是需要很多不同的 就一起螢幕去看這個 這個大分子和大分子的交互作用 所以事實上對我來講 有機化學跟真正的生物系統的 這個交互作用力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關注點不一樣 有機告訴你都是建立共加件 前面告訴過你了 在生物系統關注的是什麼 關注在怎麼去建立被共加件 如果生物系統什麼都建立共加件就完蛋了 你做什麼東西都建立共加件就完蛋了 什麼東西都 irreversible 那是不是你只要反應就是Patt掛的 那你為了要去引導一個訊息 就必須要掛的一堆壁 而且它沒辦法去做下一步的Transduction的動作 所以就是在生物系統不太一樣的這個關係 Aldi它就是在生物系統裡面 一個非常少見非常少見的一個關冷機 它的這個是 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過 應該有跟各位介紹過 它是Pomalica 是浮馬 這個應該講它是一個甲醛 甲醛的這個結構 甲醛的結構這個到了 你在生物系統裡面 你會看到在音樂或是在實驗室裡 看到浮馬泥 所以浮馬泥它是能不是甲醛 浮馬泥是甲醛的水能力 它是被打開來的 水再去跟甲醛再發生一次 這個hydrogen的反應 再把這個甲醛醛做一個水的結果 所以它上次是一個平衡的過程 這不會是一個reversible的發生 這是浮馬泥的主要結構 所以這個40%的這個 這是浮馬泥水溶液的基本的這個配方 那這一類的全類或同類的這個分子 全類或同類的分子 它有很多重要的這個工業用的這個價值 比如像阿瑟碼 或是像這個MASIO ACO EASER 這些是當收益用 所以像同類的融劑呢 扮演了很多這個融蜜的作用 因為它的融解性很好 然後呢它的這個hydrophilicity又很好 清水性又很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丙銅呢 它跟水的互融性很好 跟水的互融性很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水分丙銅 混在一起之後呢 你要把它做這個purefy這個水素來上去 那就是比較高的 它跟水的互融性很高 清建也會產生這個這個 清建的作用物品 所以 往往可以隨便共費 不容易存化 它是不太容易存化的 好 那formulidia呢 有沒有用在實驗室裡面呢 有 formulidia通常我們是把它叫這個background 這個是一個它的商品名 它是一個 這個formulidia在蔓延的時候 不會蔓延formulidia formulidia是氣體 所以一般在蔓延formulidia的時候 已經是變成是 比較像是一個puremotype的這種分子 它通常叫CHO的分子 它是被聚合起來的 它是一個很大量的分子存在 所以它是可以拿來做一些puremulation 做單一一個CHO的携帶器 拿來做這個反應用 這是常見的 然後呢 這個同類的分子呢 或是這個全類的分子呢 它會有些特殊的這個味道 你如果在實驗室有看過Rxicon 你會說Rxicon味道不太好聞 你說真的沒有聞到過 你還是有用那個去光水 你還是有用那個去光水的 不知道去光水還是什麼 就是以前 至少我媽媽有用過 但總在去指甲油 那個味道刺激的很刺激的味道 那秉銅呢 基本上秉銅很多同學會拿來 我應該講以前的實驗室 會到一些實驗室的同學 他會拿秉銅拿來洗自己的手錶 拿來洗自己的什麼眼鏡 或是什麼 當時他手上這樣噴 你會像秉銅不太會 不太會穿過你的鼻子啦 你就是這樣 但是喔 這個秉銅裡面喔 這是工業級的 這個我們用那個秉銅的規矩 沒有人會拿一個4-6型的秉銅 來當你這樣洗機用 所以基本上秉銅蠻髒的 你在實驗室用的這種秉銅上 是蠻髒的 它裡面可能是什麼 還有還有其他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都很不贊成 同學們就拿起來這樣往手上噴 我以前有同學 我以前有學長 自己的學長 他做實驗的時候習慣 做實在是非常不好 這個 無論什麼容器拿起來 他可能被害過 就是 人家假裝收工 他看到什麼容器拿起來 都要往手上噴一下 去看看是什麼 你真的沒有遇到過這樣子 真的有 因為我們以前容器 早期我在實驗室的時候 容器都是同樣顏色 都是白色透明的皮質這樣裝 那時候 也不知道是有意無意 會有人 真的會裝錯 裝錯的時候 你在做管制程序的時候 你就會拿錯容器 就會 東西就會分離不出來 那 你遇到過一次兩次之後 你就會很害怕 那通常我們的做法是怎樣 想辦法設個密碼 自己設個密碼 自己這樣 你說在該裝的地方 或是 XM裝 EA EA裝 然後自己大概知道 你用它的時候不會有點感覺 因為你用什麼不會有感覺 因為你知道下去 大概什麼跟什麼 你在學的時候 它那個有裝的感覺 你大概會知道 所以 通常有經驗的人 在配容你都發現 不太對勁 可是 那個 我認識我的那個學長 就非常有趣 他就每次都用聲音這樣 往手上噴 會痛的 然後會很香的 然後會很香的 真的真的 所以 這是很不好的情況 然後我有遇到在德國 遇到一個大陸同事 他也是一樣 什麼東西都往手上摸 他只要用完 他就覺得 欸 這樣子到底做不做 我就想把他手上摸 摸摸摸看 不要傻我 你一直不可能比 機器好的東西 所以 不要做這種事情 這樣也是一樣 這個很多事情 你用久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 尤其是 在化學實驗室裡面 在化學實驗室裡面 通常會遭遇到傷害的 都是有經驗的化學家 你越菜了 越沒經驗的 通常越安全 因為你什麼都怕 你什麼都不怕 可是當你有點經驗之後 你大概什麼都不怕 你大概什麼都不怕 你會覺得說 好像很簡單 所以 我大概幾年下來 看過幾次很嚴重的 實驗室意外 都是發生 都是在美國 都是發生在國時候 都是發生在國時候 非常非常嚴重 當然都是發生在國時候 國時候 因為很有經驗了 他就會實際上覺得說 像拍師範和嘴一樣 他沒想過 師範和嘴一樣 所以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也是要 要相對要很注意 他就像這些 我們教過你的這些話 我相對都是很常見的 這些話我都有一些自己的特性 之前講過 有很不好味道的是 Style 對不對 然後Ether有很刺激的味道 米類的分子有很刺激的味道 到比農的Youti來 到Youti來的時候 我個人非常不喜歡Youti來的味道 但是因為 它的這個味道 大概你遇到的機會 它味道很不重 Youti的味道通常都非常重 全類的分子 味道通常都非常重 我非常喜歡那個味道 它味道有點 像 Benzel Bihan跟甲醋 我就覺得本來有一種 很甜膩的味道 甜膩是甜膩的 甜膩 就是讓你感覺得 很欣賞的那種甜膩的味道 可是就是有很窮 就是有很窮 所以 所以這些不同的這個 這個 化學化合物的這個味道 通常 用者 你們只要像那些形容 都把形容帶好 像它都是像香草 像 這個像肉桂 然後像那個 Artificial的 Bug 其實沒那麼好 不知道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下午休息 聞到它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 它大概呈現的狀態是怎麼樣 不過我們可否認 這些油皮海的結構 或是Kidon的結構 它都非常非常重要 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比如說有幾個這個 這個 怎麼講呢 比較特殊的這些結構 比如像這個 Tariolida 它這個是有點像 像奶油的那種味道 像奶油 這可能味道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就沒有去聞它了 因為這個味道 配合性沒那麼高 這個就沒有去聞它 然後呢 這個 這是確定會有一些香草的味道 因為它是香草的那種精油的這個結構 然後呢 這是阿斯東Vino 阿斯東V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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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喔 這味道其實還蠻不好聞的 但CNC裡面是拿來做這個 淺色系統 這很多容器的 這個Q感受檢測器 這叫這個Cinema Cinema這個地方做改的 是OH CH2O味道 叫做肉桂醇 它是一個這個肉桂裡面的一些 這個獨特的味道的來源 然後 後面這些呢 是一些它的藥用的 比較像藥用的一些結構 比如像前面這個叫Kamber Kamber Kamber現在就是蟑螂的一個結構 現在人工蟑螂不是那個恩正的 就是蟑螂的這個結構 主化學成分 然後呢 這個是一些重要的這個植物的這個殺蟲劑啊 然後一些其他的這個 就是一些香藥的這個混合物 混合物來的 像這些分子 這些分子都還是有很注意在做 比如像這個 你們可能來想像 這個殺蟲劑 或是這個除草劑 或是這個 柱掌劑 這些東西 裡面很多都含有這個Kamber Kamber還有結構 但它的穩健性也很重要 這是很大的事情 這非常大事情 台灣至少就等三間的大公司在做的 像新種 像這個幾間很大間的這個 農藥分 那個副生技 它就是那個植物的副長技的這個公司 都在做這些分子的合成 那以後人常在做什麼 現在這些分子的合成呢 也有愉快的這個 我以前在國外有職業制度 有一個規定的安律工業 不太相信掛學合成這樣 他們覺得掛學合成呢 太不環保了 而且動作太慢 所以呢 有一套這個化學合成呢 是由生物學來做的 那怎麼做的 他們不是用GRESS 這樣子慢慢做出來的 他們都要用GUCAS 他們把建立一個分子裡面 所有的關聯機 比如說PITO Double化 建立這樣子的一個Ext-Bounding 建立這樣一個三環結構的酵素 通通都ultimized出來 然後呢 把它建立到一個HOMOSOM裡面去 建立到一個基因裡面去 然後呢 就讓細胞式去做它 這很厲害喔 但是沒有那麼好做 但是是在特殊的例子裡面 是做得出來的 通常在什麼例子做得出來 在一些特定的細胞或是個生物裡面 它能夠產出一些重要的抗生素 這些抗生素呢可能是很難 我們在題外合成它是合成很困難的 可是在生物體內呢 它本來都會被製作出來 可是你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是做出在抗生素的時候 量等需要很少 好像可能一個細胞成就一點點而已 那我現在把它拿來當作是一個 這個producer 它變成一個工廠用 你要必須提高它的產能 所以這一些實驗師或這些科學家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我想辦法去增強你這一間工廠的產能 線上產能 它把這些基因做從這個調整 把它的這個 被這個promotion的速度加快 然後被這個 能夠over-special的速度加快 然後調整到 甚至它把幾個不同的細菌裡面的基因 抓來抓去 抓在一起之後呢 它讓它製作出這一些 抗生素的速度變得非常快 之後呢 就不需要再仰臺化學合成的方法 去做合成的動作 它可以利用 我就為你吃東西 讓你開心 就是一個製作牌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想法 可是難度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問題 所以做生物的人 確實有部分也是在做這一塊 用生物精神來做合成的動作 這個是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在一些藥用的東西上面是非常好的 會從生物系統上面 在這一些所謂的開弱性格上 是不會出錯的 會出錯的時候 學校會出錯 生物系統不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模仿他們的 我們是模仿他們的 所以 不是模仿他們 模仿我們 只是我們不曉得你怎麼做的 身體是怎麼做的 所以呢 模仿出來的結果 所以校數的專業性是最高的 這是一類型的這個合成的過程 我該怎麼去進行合成的時候 這是你們將來都會有同學想要往 研究 學術 就是念不同的這個領域去的話 在國外 在台灣也有 台灣在這邊有一個老師 叫李宗明老師 他也在這裡辦 然後呢 在國外的話 大概 這樣的人都躲 因為這樣的人通常是要 同時接受生物跟化學的訓練 而且生物系統訓練要特別多 然後他們通常是跟社學家 很快 動作非常的厲害 然後 這個在代謝跟這個 那一塊是非常強的 他們可以很快去離出來說 哪些校數是有用的 哪些校數是需要做優化的 那就是 我個人覺得是很厲害 但是很難 所以那時候本來 很想去他們實驗室跟他們 問一問聊一聊 可是發現他們那種實驗室 通常都保護得很好 因為他們那些江湖一點局 說過了就不值錢 他們就是知道某一些特殊的COS 從哪一些物種來的 他們就是在挑哪一些物種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 這樣你如果有機會 想要再出國生造的話 可以去考慮他們這條路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這個 研究的這個方向 也有一個產業性 然後呢 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些分子呢 含有這個Keytone跟LT分子 怎麼去合成的 雖然重點是在復習你 我們剛好講過 我們考試雖然考15-17 可是呢15-17 你們會用那些合成的部分 合成的部分呢 還是有可能會動到 你以前主學過的這些合成 但是我會給你調解 我會盡量給你調解 但是你不能把它全部都忘記 你還是要知道說 這個合成大概是怎麼過的 比如說像這一種 OH到CeO道過關來的人 這是利用 Cole-Matte 收電代可逐盤 你會生成Cole-Matte 生成Cro4 Cرو4 怎麼做 Cer旁邊帶四個氧 其中兩人是雙界的 另外兩人是OH的 然後呢 去跟一個OH發生 滿臨生成一個comet 產生一個割酸值的中間體 然後呢 做一個 你今天去踢掉這個CRO3 你就得到這個兩包的產物 你還是要知道這個 不會考你計势的 因為已經已經考過你一次了 會不會考你這個計势 所以原則上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是哪來幹嘛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你要知道它哪來幹嘛 所以你可以直接篩出場的這個很重要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這個 我們所學過的很重要的試劑 這也是各算列的試劑 這叫CCC 這時候我們跟各位講了很多 這是一個每年的產值很大的一個化合物 這是一個名才知道 這是CORRY E.J.CORRY做的這個化合物 他們是當時候把它發展出來之後 可以拿來做固體的這個氧化材料 固體的化材料 一樣是透過的這個COMEX 中間體的合成 然後也得到最後這個重要的 這個考發石頭底牌的這個結構 所以這個一樣呢 會給你很多的資訊 不要忘記你PCG在做什麼功能 在做這個末端純的氧化 它只能夠 它能夠很有效的控制 讓你的純 一級純氧化成全 所以要記得 至少記得這件事情喔 一方我們剛剛看到的 如果你把前面的這個條件 收定在COMEX 用來這裡會得到什麼 酸 這個到酸 對不對 為什麼 當我做出來的全之後呢 這個COMEX裡面的酸呢 馬上會去這個酸化 全類的結構 所以馬上打上去 然後呢 這個再做一次氧化 形成兩個diol對不對 這個diol 其中一路去做氧化 你就形成了酸基的場合 所以這是會往氧化的方向進行的 你不能夠用前面的實力去做它 所以PCC是一個非常重要 那目前為止 我想每個實驗室 你如果是有些實驗室 你一定會必備的氧化基 一定是必備的氧化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氧化的這個刺激 氧化的刺激 它唯一缺點是什麼 它是隔身 它是隔的化合物 金屬的 金屬的化合物不太好 金屬的化合物呢 基本上它還是六甲殼 它是六甲殼 六甲殼在身體裡面的這個 對瀑星比較高 環境瀑星也比較高 所以這是最大的缺點 好 那如果呢 這個 你是從這個 萬十一的 來塞案以來 要什麼去看啊 這是一個雙流的結構 這是一個雙流 雙流純的這種結構 去環起來的這個環狀結構 這個分子呢 這個PKA的這個值呢 你看 這個PKA的值呢 會滿小的 只有32左右 正常的SP3的PKA大概在18 大概18 這個PKA會小到32 會小到32 小到32之後呢 我就有機會利用 Unbutal Leasing去拔拔掉 為什麼 Unbutal Leasing這個碳的負電 它是很明顯的 它是很簡的 所以它是有機會打掉這個POTOM的 我拔掉這個POTOM之後呢 我所生成的這個 Dex-Iang的N-Iang呢 它就有這個 帶一個負電盒在這個碳上面 為什麼它可以 這個其實容易被霸 我旁邊帶了兩顆 硫在上面 電腹度有關係嗎 不是喔 硫的電腹度聽不到我 硫的電腹度之後點硫 所以你看到硫 跟看到硫跟鏫都是一樣的想法 它是一個很大顆的原子 所以它是一個Song-Iang 它會把你的這個電盒呢 Deloclast到你的比較大顆的這個原子上面去 去這個 這個 Istribute 你的這個電子的這個密度 讓它降低下來 所以讓我們平下來這個 這個電盒 可以暫時的密度 所以這是 我們講到這個 1-3-Iang的這一種 這一種BJ的時候 好 所以我可以利用Unbutal Leasing 去把它給 拔除這顆星之後呢 拔除完之後呢 這個可以進一步的呢 再去跟一個AQ-Hair 我們所學過的 SN2的反應啊 SN1的反應啊 這邊是一個 要嘛他走SN2 要嘛他就要去走E的反應 為什麼 這是一個 Strom的這個 優惠反 它也同時也會是一個很強的減 如果還沒辦法走SN2的時候 它就請這樣去走E2了 因為它 其實不算不穩的 太要的 這是我們在上學期學到 AQ-Hair的時候跟你講的 我看到連一個帶負電的東西 它如果不強 那你可以考慮它可能會走 SN1跟E SN1跟E1呢 這個反應的條件可能性 它如果是一個很強的 這個Nucle-Moss 或是這個負電有BASS的時候 那你就考慮什麼 考慮我的subtrade 我的subtrade是一級的 是Massio 他一定會先做SN2 如果我的subtrade是二級的 是三級的 他一定會去進針線去做E2 所以事實上 你今天這個下輸它該做什麼反應 它會有副反應 你要看這個R是什麼 所以你不可能是要去選擇一個很大的R 去找一個麻煩 所以呢 做完之後 如果是做一個SN2的反應 它必須是一個Primary的AQ-Hair 它必須是一個一級的 乳碗類化合物 因為它是必須做一個SN2反應 打過來之後呢 我會把它接到這一個 DESIGN2上面去之後 這個時候呢 利用拱進來 利用拱進來 那Q-Core-Rage 為什麼要利用拱啊 利用拱進來啊 你會發現 往往利用拱的反應啊 都是因為反應過程當中 沒有看到油 因為產生硫化拱 會產生硫化拱 硫化拱是一個暗紅色的固體沉淀物 固體沉淀物 所以呢 它的結合力又很強 所以呢 如果我的拱進來 拱離子 二架拱進來之後 會馬上跟油先抓在一起 主要是說幹什麼時候自行 它會讓這個拱呢 這個樣子會帶來鎮電 為什麼 因為我的硫上面 會讓油帶來鎮電 為什麼 因為我油身邊的這個拱配 會打到拱空軌裡面去 所以當我油呢 本身會傾向你是帶鎮電 比較缺電子的狀態 這時候呢 我的水在進來 破壞掉這個分子 破壞掉這個分子 最後我就得到 這個兵體沉淀物 這個可以想像得到 怎麼做它嗎 好 這個用拆的你應該要 你拆得出來 它怎麼做 希望 所以呢 會怎麼樣啊 我的拱呢 想像中它會抓住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因為油上面有兩顆 對洞鐵 我的拱是帶二架的鎮電 所以呢 我這個可能會提供 我會把他的電子 兩根一隊呢 戶外去打到拱空軌裡面來 這時候我這邊 就可能會帶鎮電 因為其中一隊電子 送出去了 這時候呢 我旁邊的兩隊電子 反打一隊回來 踢掉它 你只要盒到這個 你只要盒到這 這個要盒子 為什麼 因為這個 一隊跑過來這邊 踢掉它 所以油要帶身 為什麼 你去算也知道嗎 六剪掉 一一二三十 四一 六剪五十正一 帶身兵 板上都是很多水 這個時候呢 水就打進來 電子會給流 所以盒到這 夾到這個 然後呢,這個波動 波動捲起過來 你會得到 這個應該是這個 然後呢 再翻打回來 照說這個洋式帶深一點 裡面有水再去把這個型發出來 所以你想像得到這是合理的過程 就要踢掉這個部分 所以想辦法依序拔給踢走 依序拔給踢走 所以這個總能走的過程就是在看 我怎麼樣知道這個流過 你也可以告訴我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這個輕微保值給人 為什麼這個輕微保值給人 為什麼這個輕微保值給人 可以啊 它會是平衡 它會是一個平衡 然後呢 它都往這邊走回去 它會移到 它都往下面走就得到移到 那它會往下面走就是往上面走 我的容器是水 所以呢 它會整個在打這個位置 它會傾向去用常溫方向去進行 所以這是一個化學反應發生的過程 它是在做一個reversible process 你要怎麼去控制你的反應到 到常溫的地方去呢 光是這一個就可以用到很多很多天主上面 做保護跟做驅保護都是有這樣的概念在做它 你如果把油改成是癢 一樣的事情會發生 一樣的事情會發生 你如果把油改成是癢 那油改成是癢之後呢 你就不需要哄了 你只要讓它水像酸性的水溫方向去做 它就會掉 你只要把癢去抓得輕 它就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是很基本的 大家會看到的這個反應 這也是一個很常見很常見的這個做法 所以學完之後 我想你現在在看這一些 這個原子區做Protonation 電子的重排啊 應該要比一年前要更有感覺 至少九個月前要更有感覺 你要知道說為什麼這電子會這樣子跑 你可能沒辦法馬上反應出來 但至少在聽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電子這樣子跑的原因是為什麼 好 所以呢 經過這樣做法之後 它可以去把這個 這個輕的位置做置換 做成是一個L底牌 做成是L底牌 那這個地方能不能做兩次 可以啊 我如果做完這一步之後呢 我先不要去做水解動作 我再做一次這個拔輕 再去做一次這個Eccudation 那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但是要看了 那是把R有多大的 它會回去造成裡面給人家的複製 這是做得到的 這是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像後面這邊告訴你的 如果我停了這一步 這是一個Seil-Escudation 這Seil-Escudation Escudation 它如果去利用這個-再進來做 然後呢 再拔掉微星再打開 你就知道這一個Seil-Keypa的這個產略 最後呢 水解掉之後 就是利用這個 我們要Q多瓦進來之後 要給它一個Keypon的產略 這個N-Bilder Leasing 這個是實驗室 我們不要忘記 這我們上學期教你這個 這學期 教你第十章的時候 我們講到Ochenomitalis的時候 我們教過你 這是一個叫有機無金屬試劑 這個是實驗室很常見的試劑 這個用量很大喔 量大到台灣的廠商 台灣已經不是很大的一個市場 結果呢台灣廠商呢 他還自己設廠在做它 我們就知道這個用量是非常大的 這個簡略這種金屬 這種勢力微不危險 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 這個金屬是這個反應性非常非常強的 通常它是這個容易 它不是N-Bilder Leasing 不知道你看它的罐 整罐都是N-Bilder Leasing 我還沒看我的東西 非常危險 所以通常它是在Hesen裡面 或是在THF裡面 它的這個四級 THF很少見 應該都是Hesen裡面 應該是Hesen裡面 在Hesen 為什麼在Hesen裡面呢 因為在Hesen裡面呢 所有的這個氫啊 都不會被它拔走 都不會被它拔走 你如果是THF的話 它又怎麼會被它拔走 因為它是一個很強的解 它是C負的這個解 如果我把這個立方呢 改成是 放上取代心 所以你會買的到叫做 Secutio Secutio 就是在接這個移的位置 自然它是多一個看出來的 也是四個漢字 所以它是移位的 越來越強 一直到Turbutio Leasing 到這一種 這一種呢 這一種呢 就非常的強 這叫Turbutio Leasing 這個的強度呢 大家強調什麼程度呢 這個強調 不是化學反應性的 我告訴你 是聚觀來看的 它就是非常厲害 你看到名字裡面 該怎麼叫Hai Tart 它非常厲害 這個你要抽取它 做到非常小心 做到非常小心 以前 不懂事 然後學長叫我做就做 做了之後呢 一抽出來呢 也不曉得要拿 塑膠分 就拿一般的金屑桌去抽 一抽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就出那聲音了 然後抽出來之後 一拉出來之後 就在空中這樣 像火龍一樣 噓噓 到火了 所以Turbutio 如果是一個非常不愛取的Turbutio 是非常 活性非常非常高的 是活性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它不危險 就是你只要會操作 它不是會危險的 那就怕你是不會操作 就怕你是不會操作 它是非常好多的 非常非常好多的 所以看到這些事記的時候 通常都要小心一點 也要有一些觀念 因為你將來有可能會進到一些 不同的這個單位區或實驗之區 你一定會過多少碰到一些藥品 我曾經有聽說過我一個陪隔在 一個很有名的學校的門 早上這個同學去呢 一早會去實驗室 去實驗室後呢 他要看得出來之後呢 就發現冰箱裡有一個東西露出了 會讓我們走 然後這個動作 你會怎麼做 你應該會關冰箱 然後走人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關冰箱之後就走人 然後都沒有去做下一步的處理之後 那個東西越露越離開 等到後面要進來的人 再進來的時候 因為冰箱打開了 已經有悔溫的狀況 然後我們還有關起來 所以那已經露得非常厲害了 整件實驗室已經是很難處理的 因為它是搶檢 而且是各種各度的搶檢 流出來之後呢 它又流出來了 因為溫度又回溫 又流出來了 所以整個冰箱都會到處再死 他如果第一時間處理的話 試上冰箱會危險 你就拿出來之後 趕快跟這個 跟其他同學的單位聯絡 兩個都趕快要看去掉 或是直接換冰箱 就沒事了 結果沒有 讓他露出了 露了整個冰箱都是 那已經沒辦法很難很難清了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大家真的在那邊看 我後來不知道他怎麼清了 因為那個露到其他的藥品 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所以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操作藥品的時候 會把藥品全部放在乾油的位置 也就是說會臭的放進去 痠的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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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會 容易會爆炸的 會另外放 要放在乾燥的地方 要放在乾燥下 所以當你們將來有進入到一個實驗室去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自我感覺說 欸這個東西應該放進去 就是你們要知道 人家是有一個規則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把該放進去 像這個通常都會放冰箱 通常都會放冰箱裡面 如果你用過這個式機之後 你會發現 欸他好像沒有導致講那麼厲害 也沒有什麼很危險的事情發生 好像很快壞了 這東西會壞 你如果沒有封好的話 然後在空氣當中 他就直接給掉 很快就給掉 所以 這是他在使用的時候 一個 一些這個 一些重要的這個 關鍵 比如像後面這個 finoleicic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解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解 這是我們在歷史上教過你的 如果我看到了一個酸進來之後 我利用一個finoleic進來 我可以做什麼動作啊 第一個動作就是什麼 我一定先把酸上面的縫動 你希望不要直接去打敗 為什麼 我第一根子的解進來 你那些去做好做的 我看到了一個 這個pKi很低的氫 我一定先把它再做 把它之後得到什麼東西 得到1分子的bending啊 不是嘛 我得到粉環嘛 得到黃色就穩定了 它這個finoleic進長什麼樣子 粉環上面的一個氫被取代掉 被石的取代 被金屬鋁被取代掉 所以呢 當我過來拔了這個氫之後 這個氫就不只是附電粉 然後呢 原來的金屬鋁 這個finoleic進去變成金屬粉 這個COO-foo啊 是一個非常弱的尼匯板 它沒有能力去把這個氫表發回來 這就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你要先把它做成一個O-foo 做O-foo之後呢 第二分子的bending 你看這個有很大量喔 第二分子進來 再打在一個卡分子的位置 打成是兩個dial管 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呢 做酸化的動作完 這一種叫G-mino-dial 叫G-mino-dial 叫一個碳上G-mino-G-E-M-I-L 這個值是什麼 這個 如果說它是 中原就這樣叫Di 可是這個D我不生習慣喔 所以它是現在同樣去碳上的 現在同樣去碳上的 所以這種位置呢 蒸成它之後呢 它就會進一步的 在酸量力之下的 就會踢回來 踢掉感 得到這個keton的這個場合 得到這個keton的這個場合 這個也是一個 很常見的這個反應的機制 很常見的這個反應的這個機制的 這個過程喔 所以你環境當中喔 你看到它等一下很小心喔 你會跟我講說 這個過什麼過程會不會在這裡 會 會 所以如果你水一直在這裡的話 它就不斷的被浮水 又被水架沖在那裡 所以在這種反應在做它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概念 我如果要做它這一步呢 欸 我有可能會加水 我可能會加水架沖 我把水給移出之後呢 它就不會再回來 它就只會留在那裡 所以這個是要去 這個思考的這個事情喔 有可能在不同的能源之下 你會使用不同的這個這個試劑喔 那如果呢 你今天所使用的是一個 這個natrile 這個情類的這個 情類的這個 情類的這個分子喔 這情類的分子呢 這個在 我們中文裡面喔 是把它叫做這樣 是情類的分子喔 這個natrile 這個natrile的這個分子呢 它 你不常 應該講說 很常見的一個觀等器啦 很常見的一個觀等器 但是 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你要去對它做這個natrivation 其實不太容易做它喔 那這種natrile的分子呢 它也是屬於 縮酸野生物的其中一個結構 它呢 是CN去勾棒 它是CN去勾棒 CN的三個間結 你可以了解喔 這個蛋的電力度 相對看來講 還是高的幾個化 蛋的大概是3.0左右 這個 碳大概2.5左右 所以呢 這還是一個 hypola的一個方體 hypola的方體 所以呢 如果我遇到一個密度 就擺進來之後 這個密度就打到我的牆上面去 得到這個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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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亞安類的分子 這是我們還沒有交到的 可是你在後面的 你在做轉化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看到它喔 所以你看到它不用慌張 它就跟塔風的反應性是很像 跟CN的反應性很像 所以看到它之後呢 它會開始去做一些 這個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喔 這個是一個grinnia線 這個grinnia是會用到喔 grinnia在 其他反應是可能會看到它喔 它跟Occanity是一樣 rli跟rmge一樣 都是你用r出來打的 記得這件事情 你才記得這件事情 你才記得這件事情 這些都學過了 我不可能在 考你這個後面的反應的時候 就都幾乎考前面的 因為 事情你會用到的 不會單獨把它 但是你以後就考它 所以你要是 所以我們後面講的 是你會用到的東西喔 這些會不會很多 你會用到的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牙安類的分子 這牙安類分子 有很大的特色喔 這種一米的東西呢 在酸性水溶液下呢 會很快的 這個反應成是P桶 這樣子的分子喔 這樣子的分子 這種類型的一米 這種類型的一米 如果我的r跟rmge這個 是氫的時候 有一個是氫的時候 我們把它叫做 它叫shute-bass 叫shute-bass 這是非常有名的關聯機 非常有關聯機 這 你如果是 我講的是這一個喔 如果rmge是r是氫的時候 這樣子的解剖叫shute-bass shute-bass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生物鏈結的關聯機 非常非常重要 在做一些晶片的這個使用 在做一些生物分子晶片 做一些生物分子的圍流體啊 生物分子的這個圓件的時候 或是生物分子的鏈結的時候 shute-bass 這種牙安類的這個界景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可遞性的 我只要是那些就可以把它解開了 就可以把它解開了 所以它 要是說把它抓在一起 不要所以就把它打斷掉 所以這是 在做化學劍的 這個界定跟破壞的時候 一種平衡 一個平衡的過程 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呢 再繼續把後面的這個 會 你可能會用到的部分 再跟你講完齁 你們剛剛同學 比較多的問題的話 是要問那個 第二手禍 第二手禍那邊齁 你們在看它的時候要記得 呃 你會得到一對的鏡像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 發出來的這一個產物齁 它是有一個content的時候 解答的時候 就發一條線給你 沒有畫出這樣一下 那是因為你得到的是鏡像 反正一定會有一個上一個下 所以你解答的時候會畫上一個下 但是如果你畫出它的位置 你會畫向下 我是知道你懂的 你知道是A的 但是是它得到的應該是一個鏡像 得到就是一個鏡像 那 如果你在判斷它的位置選擇 Rigual activity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去考慮到說 欸那我該怎麼去放我的這個位置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在做這種位置選擇的時候呢 要嘛是1-2 要嘛是1-4 對不對 不會得到1-3 不會得到1-3 我們之前師傅跟他講過 我的推電子器 放在這個 這個感應的外面的時候 一定會得到1-2的長度 我如果放在裡面 會到1-4的長度 然後不用記 畫就知道了 但是你要畫對 你要記得把這個電子 推到對的這個地方 什麼意思 你要把你的感應齁 兩個雙線的這個分子呢 它的負電盒 要讓它帶在最確的位置 你要讓它帶在感應的兩個端點 才會預測出來 兩個人發生反應 為什麼 因為你的DSO的是4加2 所以一定是4個加2個 在端點發生反應 所以你要預測的是我端點 跟這邊的端點 哪一個會如何靠近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這個過程 好 所以我們要繼續這個 看下去 當我們看到這個 Nitrile從Ketone這樣過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看這個反應 我們剛剛講過說 我們要得到伊敏 這個伊敏呢 結果隨便得到這個Ketone的這個產物 所以呢 這是一個雅鵪的這個水解過程 你會用到斯布伊尼亞或基隆寶 這兩種很重要的 有機體均屬的這個氏氣 那這個伊敏水解成這個Ketone的這個過程呢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你要怎麼把這個伊敏做C2跟CO 讓它生存一下就可以做它的 那做的整個這個反應呢 我們待會兒會再看到 好 那你要怎麼去這個自肥電風避海 你也可以從這個AC的Cora就過來 這個AC的Cora呢 是全部縮酸點生物 叫做裡面活性最高的 活性最高 它叫西氯化合物 叫西氯化合物 叫西氯化合物 好 叫西氯化合物 這一種類型的西氯化合物呢 它的反應活性呢 非常非常的高 高齁 那它呢 你如果說你要把它從East反應成Eldi海 那不行 為什麼 你如果要把它做還原動作 把這個COOOR 還原成Eldi海的過程呢 因為Eldi海的活性如果比East還要高 這時候呢 你會一直還原Eldi海 把它做到水去了 一直還原下去 可是呢 我這邊如果使用的這個是AC-Cora去做還原 這個是像LH這樣子的還原式器 那有些應該講化學類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是一樣做還原 我一樣用這種LH 我一樣用受電波紅開轉 在不同的人家用的式器是不一樣的 所以變成你要背很多的式器 這邊就不讓你去背它了 但是你要知道說 不是所有的還原利用 你來做還原的時候就用LH 這邊呢 就是利用這個Alt-Mutile 這種式器來去做還原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要去思考的事情 就是說在用它的時候呢 你要適當去選擇 你該有的這個還原器的這個使用 好 所以像內線上路面 這個Tributacy 我們開出來這種 這種式器來做它的時候呢 它的反應活性就會 你做內線上它就會反應得比較好 然後可以去做它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Alt-Mutile 做過來 然後呢 你還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我要做優比還有測試的還原 低調律 合到這個型對不對 我到做Kino的時候呢 我可以利用這個 之前所學過的這個 Occalicine的式器 這邊呢 利用的是銅 加了銅 G-R-Mutile 把這個R呢 再打上來 這邊一樣是跟那個靈性的式器一樣 它就是把R 分當成是一個負面的 打到這個港溫的身邊 T調律之後 會到這個Kino的這個產業 所以可以做這種自幻 所以Alt-Mutile 它是一個很好用的前驅物 一般來講 我們都要做素酸引申物 或是做一些傳統的轉換 我們會習慣性呢 把酸呢 先轉成是這個口卵 把酸先轉成口卵 一般喔 你要從酸直接去做衍生 很不容易 你要把酸直接做衍生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個酸呢 它的OH呢 是一個很不好的履形 Berry-Pool-E-0-C 對不對 相對綠來講 綠離開的時候是Cl2 這個酸直接是OH2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好的履形 所以這個擺音性會變得非常差 但是綠呢 我如果一定會擺進來 打進來之後呢 再上去下來就踢掉它 它可以離去 一樣的你會擺呢 我讓它打到這個位置來 上去下來 踢掉OH5 這個很難踢 這個很難踢 所以呢 綠的反應活性 會比OH的反應活性好很多 所以往往都會把酸做一步 做成氫化物過來 這是這個氫化物的這個功能喔 它是一個活性動胞的這個酸的這個衍生物喔 好 所以它可以利用這個R-負 這樣子的這個系統性來做一個 A層的取代反應之後 會得到一個T-Tone的這個殘入 所以這類型的反應喔 LB還跟T-Tone 它們呢 都可以這個 藉由酸的衍生物 來去做反應 來去做C-Tucion的反應 推得到最後的殘入 那如果你把LB和T-Tone 這樣是一個反應的 其實路去看它 那它會公立進行什麼反應呢 這個反應也是我們所學過的 就是我們拿來去製成 製備Arcoho的受音鎖使用的方法 我那時候是不是跟你講過說 如果我要去製備 這個純類的分子 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利用一個Nuquify 什麼Nuquify 我可以利用Guinita 跟Oke-Ninx 這是我們在第十章的時候學到的 怎麼做純類分子的合成 拿去打一個C-O-W-Bound的這個觀點機 然後呢 你會打成是一個Akasa Akasa是什麼 這個兩代復電的 CO兩代復電的這個觀點機 接著呢 經過Photonation之後呢 你就得到這個Arcoho的發達 帶有Hiracicode 帶有氫氧氣的這個發達 這是一個在做 這個純類分子合成的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反應 那時候幫我給大家看 我如果打在Formaldehyde CHO上面 CH2O上面 甲群上面的時候 我得到的是一級的純 對不對 我如果打的是一個Aldehyde 我得到的是二級純 我如果打的是T-Tone 我得到三級純 如果說呢 你今天呢 是利用Nuquify 然後去跟這個一級純 二級純 三級純 去跟這個不同的Lt-Hine 今天如果你是跟 這個甲圈 你是去跟這個 圈 以及呢 你是去跟 銅 發生反應 這時候就得到什麼東西啊 這個Nuquify可以是什麼 你可以是用這個 圈牙 你會得到什麼 這個會得到一級的純內分子 對不對 我這個R呢 打在這裡 打上來之後 這個碳 不就是這一個碳嗎 你會得到一個一級純 那你如果呢 是打在犬上面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的是什麼 是一個二級純 看算是接兩顆的 如果我打在是一個 同類分子上面的時候呢 是一個三級純的純 這就是純內分子的合成 你要去製造出一個 一級二級三個純 你可以從標題來跟Tito做過來 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反應性 原則還是這個CO到誤棒 好了 我們再來看 那CO到誤棒這件事情呢 到底是以全類的反應性好 還是以同類的反應性好 還是以同類的反應性好 但是我們討論過這件事情對不對 全的反應性會跟同類的反應性 誰的反應性是好的 當然是 他是反應性好的 為什麼 如果我們來看這個結構 如果呢 它的共振是 這是一個同類喔 它的共振是長什麼樣子 長這樣 這是同類的 Tito 拳類的共振呢 這是拳的共振 就是要 它的反應性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我的 碳帶鎮電的能力好不好 我帶鎮電呢 越不穩定 越吸引人家進來的 就是越好的反應性 所以如果旁邊是帶一個 這是一個配電子機的時候 它是管機的時候 它會幫助去穩定 碳體質 它反而讓這個碳體質 比較不帶鎮電的 如果是波桶的時候 它反而沒辦法去穩定 就是碳體質 所以呢 這碳體質比較不穩定 這時候是 最後你去接受 你叫你格外打進哪 所以AODIR的反應性 是不是大過不同的反應性 AODIR的反應性 是大過Tito的反應性 這個是重要的 但AODIR跟Tito的反應性呢 還大過其他一些重要的 縮酸衍生物的反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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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酸衍生物有哪些啊 雖然我們沒有交易到縮酸衍生物 縮酸衍生物有哪一些呢 比如說 저희가 Tito的 skins 這是最高反應器 我說的是碳 被攻打的這個能力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是這樣子的搓酸 就是酸鋼 叫AC Panhydrate 接下來呢 簡單的來看它呢 就會到是LV 會到是Keytone 接下來呢 才會是 此類的分子 反應器是這樣子的 什麼的反應器 西歐的反應器 被UKey白打的反應器 被UKey白打的反應器 是慢慢往上提升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反應器的區別 所以當我一個分子裡面 同時間出現了好多的關門機的時候 你要知道 它UKey白打會去攻打誰 會去攻打哪一個這個機團 它會先從這幾個去選擇 看到了AC Panhydrate 不做差項 一定是先打它再說 它反應器是最好的 接下來是Nhydrate 至於那個Coplastica Coplastica AC 是最像的 那個反應器是非常差的 非常差的齁 這個叫AC Panhydrate 這個叫做 AC Panhydrate 它叫什麼意思 脖水的 所以是酸去脖水的 叫酸乾 對不對 這個叫做 Albitat 這叫Piton 這叫Pister 這叫Coplastica S 所以這是整個反應發生的這個選擇性 傾向性 這是什麼反應發生性 這很重要的一個表 這個很多道理研究所都會搞得清楚 為什麼機團放在一起 這個Al點會比一次的反應發生反應 這個它傾向性反應的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這個反應性 發生的過程 當我同時間出現的時候 我該怎麼判斷 誰先發生反應 誰後發生反應 誰先發生什麼 誰後發生反應 就是這個 你要去記一下 要稍微記一下 好 所以呢 這個 這個Compound 這個Compound 碳氧劍 湯劍 這一種 化合物呢 它會具有這樣的特性 它的C呢 是特別容易被攻打的這個一方 在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反應 這個反應 雖然不可能是我使用 你要記得它 這是一個諾貝爾獎的反應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叫Vitic reaction 這叫Vitic reaction 這個是 這個 銀座生很常被考的反應 在大學部就不會考慮 但是銀座生非常容易會考慮 這個反應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反應 它是呢 把一個Keyton 或是Aldihide 做成是一個L key 做成是一個L key 這是早期唯一的方法 在現在呢 這個有進化學的發展 大概在2006年的時候 2006年的時候 2005年 2006年的時候呢 這個諾貝爾獎呢 再一次頒給了 我們這樣反應 我們知道說是一個Aldi Dimension 叫做雙線化反應 再次頒給了這個 Waar Shrach 跟一位 Waar Shrach 跟一位 Waar Shrach 三個人 三個人 這三位呢 這個是去建立了 新世代的Aldi Dimension的方法 但是原理上跟它非常地接近 所以知道Vitig多厲害 我簡單大家介紹過 有機有一本書 就叫做這個Name Reaction 裡面是過去的這個 這個發展以來呢 重要的有進化學家呢 他把最好人民反應給建立出來之後 要去honor他 所以以他的名字當作是這個人民 當作是像你們學學過的這個Swan 就是一個人民的反應 那Vitig也是一樣 Vitig也是一個德國的法學家 那Vitig呢 他在這個 這個人民的反應裡面呢 我所記的至少只有兩三個人 可是很厲害 他在現金裡面呢 當然很厲害 一個人有辦法能夠 兩三個人在裡面 像我 你有沒有想到東西嗎 我大概很困難齁 放上去的 基本上這個 很多是目標像國族 才會幫我放上他的這個重要反應 放上去之後 有什麼條件呢 要放上去這種人民反應 第一個 他一定要有配上大的狗名性 不能說只有你感興趣的分子可以做 別人都不能做 不行 大家都能夠做 而且呢 大部分的分子都能夠接受的這個反應 可以去操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越多人用 你知道嗎 諾貝爾講 不是搬給那個很聰明的 也不是搬給那個很厲害的 是搬給什麼 搬給有重大影響 所以不是說諾貝爾講 都是搬給那個natural size的配合 諾貝爾講曾經也很容易搬給那個 點數很低的配合 所謂點數很低的配合 為什麼 他是一個high impact 什麼叫high impact 不是點數high impact 是他對人類的生活 產生了很高的衝擊 好像這個VenicN-Grab 他們都是在藥物的化學 跟材料化學上產生很大的衝擊 但他一旦開始做出來之後呢 後面的人前後後計 不斷的去找這個方向研究 像我們剛剛投提過 英文N-Grab 做ulimination之後 Grab是有公司的 Grab賺很多錢 Grab很年輕 化學獎 事實上實在太公平了 一般在物理化學跟生意裡面 化學獎得主的年紀是最大的 一般人都得化學獎 我想可能in average 大概都是七八十歲 他不太會太少半年 然後就是這個拖到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所以物理學家都會笑化學家 就是大家都在平安 誰撥得主 物理得獎都很糟 物理學家得獎 大概都到四十歲就得獎 化學家平均到七八十歲 Grab是非常非常少數 在五十十歲 可是絕對就得獎 非常少 而且他從開始做到得獎 沒有幾年的時間給他獎 原因很簡單 不是只有學術界 大量的飲用他的得獎 工業界大量的採用他的這個 催化劑 所以他的發展到現在 已經發展到三代到四代了 然後非常非常的豪油 我自己實驗是一個非常貴的 非常的貴 一般學校品來講 他是極貴的催化劑 大概沒記錯的話 大概都是豪克劑 然後一小包裝 有很多錢 所以當然好用 你知道嗎 人家就是有這個粉絲 那反應其實跟這個很像 他是把一個L點 或是Keylon的這個分子 帶有C2-Double-Bot 或者是Extle 它就是Keylon或L-D-I 碰到的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叫Buscus Ely 或是Buscus Ely 這個是有兩種唸法 有的人唸Ely 有的人唸Ely 指的是什麼呢 我的碳是一個億元值 這個碳呢 在故事前後是帶附件的 然後呢 另外的億元值呢 是帶附件的 這叫Puscus Ely 如果這個地方呢 改成是一個S 它叫Sile-Ely 如果改成是其他的蛋 叫做A3-Ely 所以這個Ely 或是Ely 講的是什麼 碳是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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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留意量流 它本身是不帶電污 但是電污是帶在兩個不同的 相應的能源之上面 所以想像得到喔 這個如果公正式存在 我的碳呢 三個附件是達到這個 零商裡面 即興的CPWB 它有控制器存在 然後 當我這個FusterEly 製作出來之後 碰到LTOK 它要怎麼做呢 它呢 這是怎麼自備它呢 這是怎麼自備它 它自備很簡單喔 自備就是利用這個 FusterEly 用這個零去 打到這個 這個LTOK 來上面去 產生的喔 這個自備就不跟你講述了 反應是在這裡 當如果這個FusterEly之後呢 這個碳代附件呢 它就會傾向去打 這個CEO的大國防 也就是一個高反應性的 CEO大國防 塔本的當防 打上去之後呢 會生成這個 所謂的biton 對 它是這個biton 這biton的存在是什麼 就是一個 這個分子裡面呢 同時帶有這個正附件網 然後呢 這個雅三星帶附件 這個時候呢 我的雅三星帶附件呢 它會去反打回來 這個帶附件的biton 形成了這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環狀的結構 我們叫做Ossa-FusterEly Ossa-FusterEly FusterEly指的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 這個 四環結構 表示是一個四環結構 環狀的四環結構 裡面裡頭上的Ossa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Ossa-Fuster 會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指的是一個 含氧靈的四環結構 這是很有名的一個中間的地方 現在這四環結構之後呢 它的下一步是什麼 它就會經過電子的抽牌 然後呢 產生一個Fascin-Aside 以及大波棒的出動 在這之前喔 你要形成一個大波棒 直接把你的分子 裝在一起的大波棒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這個之前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一直到現在 VDIC呢 在實驗室都還是會用 我們自己的實驗室也在用 所以VDIC還是一個很好的威風事情 還是一個很好的威風事情 但說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得到 所以我們沒辦法算得到那邊 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我的AO列上面是 一個氫一個取代金 然後呢 我另外一邊呢 要放上去的這個 另外這一端呢 它也是一個氫一個取代金 那就產生什麼結果啊 你這邊就有同一間E-Fone跟D-Fone 不同場合 E-Fone跟D-Fone不同場合 那你要怎麼控制它得到E-Fone跟D-Fone 光是要整個E-Fone跟D-Fone 就又有四個到五個人反映出來了 不同的科學家開始去 不斷地去研究 我該怎麼去得到單一的E-Fone 還是單一的Z-Fone 那過程的控制喔 說實在的一點都不難 可是呢 它需要不安你時間跟你介紹 我們就在這邊不介紹它 這大概都是高等遊戲之後的課程 但是這個的控制是做得到了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做得到說 我生成一個CCD-Fone之後呢 我的取代金要放在對位 還是要放在這個 要放在這個Trans的地方 是要放在C-Fone的地方 你要得到E-Fone的D-Fone 要得到E-Fone的D-Fone 這是控制得到的 這是控制得到 走的一樣是什麼 一樣是我們在彎兔彎過的 這個選擇性的時候 告訴你 你可以走熱定學場合 你可以走中立學場合 這是控制得出來的 所以一般講到做有機做到後來 每個人都在控制什麼 我前面講過了 要嘛控制立體化學 要嘛控制你的位置 所以都要做這件事情而已 為什麼你做出來的話 還有解構的 只有兩個東西你最關心 一個它怎麼接的 一個是它接的方向會不對 就這兩件事情而已 所以我們討論到後來 目標都要做這個 怎麼接 然後接的方向是否正確 一個是Ridual Santity 一個就是Stabilis Antity 位置選擇性跟D-Fone的選擇性 這兩次決定了現今的這個 這個有計畫學的這個發展 然後呢 這些Keytone跟AODR這些分子呢 我們如果呢把它跟水放在一起之後 把它跟水放在一起之後呢 它呢會進行這一個水核的動作 一樣嘛 它是Keytone的這個水呢 會攻打到這個 這個帶正面的這個碳生命來 會形成這樣子去Nudial 形成這樣去Nudial 然後呢它形成一個 Acetone的Hydrate 就是Hydrate 這是一個水核的這個影棚 然後呢它又平衡再回來 它又平衡再回來 所以呢它會形成一直不斷形成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平衡的這個狀態 所以如果你在反應當中呢 把這一個水呢移除掉之後 它會平衡在平衡的位置 但正常狀態之下呢 它還是S核為主 它是S核為主 這是這個銅跟泉的這種分子呢 它在這個水箱裡面會看到的這些平衡的這個過程 那這一種這個 這個全跟銅的這個分子 它做水核的時候呢 反應性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一個反應物出來 你看到一個這個Cabonium 你就可以第一個想像的到是什麼 我的羊呢 一定會去抓青 對不對 我看到青骨已經先抓青 看到頭就知道會不會 抓到Botone之後呢 這是Protomatis 這是一個帶正電的羊 這時候呢 這個碳呢會被誘發 更容易去被攻打 為什麼老師說這個地方抓得青之後 這個碳更容易被打 你想像得到啊 本來是這個Ketone的時候 它已經會有一個共振式了 對不對 本來是Ketone的時候已經有共振式了 Ketone會有這樣的共振式 會有這樣的共振式 如果呢 我今天這個羊呢 又帶了正電 又帶了正電之後 那我是不是會更傾向一張電子 然後更容易跑過來 得到這樣子的共振式 為什麼 我的養帶正電跟碳帶正電 當然是碳帶正電 會比碳帶正電還好一點點 養殖電度更高了嘛 他根本不希望自己缺電子 對不對 所以會讓我的碳帶正電 這個傾向性會越好 會更有這個傾向性過去 所以你比較看不喜歡會稍微提高一點 所以我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反應性之後呢 水進來攻打他得到一個 這個G-minor diode的這個Photonetic bond 再拔掉一個性之後就得到這個G-minor diode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反應機制的中間體 這個非常常見 非常常見 這個也是我們講到這個 一級醇氧化的時候跟你講過的 我們講一級醇氧化的時候 是告訴你一級醇被這個弱酸氧化 COVID-S氧化之後會得到泉 這時候泉呢會不會再被水給水流 得到兩個Dial 其中一個Dial再去做Comet 然後再做一次消除反應 就得到酸 所以這樣子的反應過程一定會存在的 一定會存在的 只是你沒有試劑 沒有適量的試劑的時候 它就會停在那裡 然後就就掉了 就得到這個最後做酸的強力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這個反應的過程喔 第二個很重要的一個反應呢 這個產物叫做Synohydrin 叫Synohydrin 什麼Synohydrin Synohydrin指的是什麼 剛好一個碳層裡面 是帶有一個槍機 OH的基礦 跟一個Synohydrin的過程 CN缺負棒的過程 CN針放喔 如果你把它帶去代謝上 我們叫做Synohydrin C-Y-A-N 我們叫Synohydrin 你如果當成是一個結構當中的 主要的混淨機 我們叫Nitrile 我們叫Nitrile 如果這個CN是帶負電 當成是increfy count它的 在CN負的時候 我們叫做Celna 叫Synohydrin 所以同樣一個CN有好幾個名字 這個不是你們困擾 念化學員也覺得很困擾 幹嘛要那麼多名字 可是呢 它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Nitrile的實驗 你會發現Nitrile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這看起來不像Nitrile 沒有錯 可是如果Nitrile裡面呢 他們的加工能機的 我不可以把這個分子 稱之為是一個氫類化合物 它就是一個Nitrile的分子 可是如果我把分子是一個取代機看的時候 不只把叫做Cynohydrin Cynohydrin的Cynohydrin 它的取代機 這Cynohydrin呢 它是一個很好 相當不錯的Nitrile版 而且它的這個解性不是很高 這個Cynohydrin呢 它看到車道方會打上來 然後呢 形成一個intermediate Akasi的intermediate之後 這一個再去抓了一個 這個 這個 然後得到這個長度 這個反應很重要 它得到的這個長度也很重要 因為Cynohydrin的話 還可以往下去做其他的 關聯情況 可是問題是這個反應受限 為什麼 已經看到了 它所使用的試劑 有用到的這個 這個 輕輕酸 輕輕酸喔 這是一個非常 這個 不好的試劑 對不對 這個在 你們如果以前 在古化實驗室的時候 應該有看到那邊有壞的招牌 就寫著 這個實驗室 不可以操作 這個 氫化那根 就會氫化起來 對不對 那 這一類的氫化物呢 它非常的 堵 一點點就是 升就很高了 這個我想到 這幾年前 一兩年前 大陸有直接發生 為一個天津的爆炸 那當時不是很多人在講說 這個 它這個會有 用到很多氫化鈉喔 那時候新聞 那時候新聞就寫了 氫化鈉 就寫成是NH 就寫氫 氫氣的氫 然後他說它是這個 金屬洗板的洗劑 材料的洗劑 那我說怎麼可能 會用NH去洗那個基板 結果後來一查發現這個 那天在外媒報導 外國媒體報導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這個 NSU 不是NH 所以台灣的金屬實在是 水水實在是很多水 它連續查證都沒有了 它是氫化鈉 但是氫化鈉跟 這樣子的氫化鈉跟另外一個氫化鈉 毒性是天差地有 天差地有 對不對 如果你是NACN的話 遇到什麼問題 把它聽到一個更誇張 他拿這個東西去問 不知道是問了什麼學校 老師 搞不好清楚 他說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水 下了雨之後呢 這個酸鹼中軸就會沒事了 NH就沒事了 它如果是氫化鈉還是真的 NAH還可以 底部比你更緊 它如果是NACN 下了雨之後比不下還長 對不對 為什麼 你一旦下雨之後 馬上把那些固體的這個 這個酸鹼的這個災難 你全部轉化成什麼 這個全部轉化成是氫氫磚 氫氫磚的 它氫氫磚的飛行很低 所以你一旦下雨之後 它是不是全部跑出來 而且它馬上進入到土地裡面去 所以這個 你們如果學過一部分的化學時候 你就應該對這些有很快的認識 知道說合理跟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這類型的分子在使用它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限制 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實驗室呢 不讓學生用這個式級 尤其是這個 NACN跟KCN 這兩個其實會用到的 在配用一些式級的時候 可以用到它 但是我們盡量避免去使用它 盡量避免去使用它 那 你們在生物室有沒有用到它 會用到 叫做CNBR 它叫上用區博買 上用區博買 上用區博買會不會有錢 還是會有錢 如果你在上用區博買相對這個 NACN跟KCN是比較安全一點 相對安全一點 可是它還是危險 它還是危險 所以你會發現 你在使用這個 社區博買的時候 通常它外面都是 配成很低濃度的水溶液 它不太會是給你放在 單純的這個 純的量體 太平的 而且操作上會發生危險 所以你用到氫化物的時候 都要特別的小心 這個氫化物會用到很多 用到很多的這個地方 我自己在發表文章的時候 就曾經有被質疑過說 我們的開發的反應裡面 被質疑會產生這個氫化物 然後這個就告訴 就直接寫說這個 產生氫化物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這個反應不建議被發展 甚至這樣寫 不然我們還是證明說 我們真的不會產生氫化物 反正就是說氫化物是一個很 很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要怎麼樣 跟溫和調訓 讓氫化物能夠 變成氫化物能夠 建立氫化物能夠 建立氫化物能夠 還是很重要 我們還在做這件事情 很多這些事情 都還是在 慢慢去建立一些 該有的關聯計畫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產生的這個意義 這邊也就是 我告訴你所謂的 shootbase的這個 這個名詞 這個shootbase 這個不是我們創意的 shootbase是已經很久了 在早期呢 這個被發展出來 產生這種 雅胺間結的時候 就是利用 這就是這位 這個shootbase 這個名詞的這個由來 它產生這個shootbase 移民之後呢 重要的事情是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當我的ALDI跟TITO 遇到了一級的胺的時候 它就產生出了shootbase 就產生出了shootbase 雅胺類的分子 這類型雅胺類的分子呢 它的合成的過程 基本上就跟我們剛初看到的計势 一模一樣 TITO、ALDI碰到的清 一定會先進去做個tomation 然後呢 你的蜜蜜像水一樣 會攻打上來 產生這樣子的中間底 產生這樣子的中間底 之後呢 再酸化 這個氫胚酸化完之後呢 這個 氫胚酸化完之後呢 脫去這個水之後 我的誕生的東西 再補打回來 形成這個雅胺跟什麼 這個殘滅 就是雅胺的這個殘滅 你看起來很複雜 跟仔細看它 它的氣勢都是一樣的 氣勢都是一樣的 你只要知道說 TITO、ALDI碰 遇到了反應條件裡面 有酸的時候 氧一定要先被脂脂化 脂脂化之後呢 剩下來帶附墊頭的 或是帶有一個中間底取的 species 就會打到一個碳上面去 往下去做反應 這些都不會變的 所以看起來 雖然這是一個新的章節 事實上它講的都是一些東西 都是你已經學過的這個部分 可是呢 這類型呢 雅胺的這個分子呢 它的這個用數非常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把這個amene的地方 你去把它換掉 單純你用這個胺基去做 你會得到1米就是這種雅胺 或者是能取代機的 變成是去bath 你如果把換成是這個NHOH 這叫孩抓屍有命 你得到會叫osin 這叫osin 這個osin 這個osin的這個關聯機 就非常非常的有力 你如果利用hydroin 你會得到這個所謂的hydroin 然後會得到其他的不同的 這個關聯機化的這個產品 所以這邊的東西呢 你不容易看到 可是呢 amonia跟primer 這邊呢 你是會再次能夠看到 安類跟全面團隊的發生能力 就是會看得到的 這個場面喔 好 我們今天就結束在這邊呢 明明好像要做這個 一件調查 好 然後這個下禮拜的考試 不要忘了 我們會 我在會下請助教跟你提醒 這個 要到哪一間教室 我會去哪間教室 好 然後 你們有問題 你一定要跟我約時間 過一段時間齁 然後 題目做完之後 請你拿過來 有問題的話 拿過來討論 然後 一樣齁 如果你之後 你要準備其他考試 讓你發現 這個 後面章節齁 沒有 沒有學到的地方 你會覺得有問題 所以歡迎你拿過來找我 好 OK OK 如果你需要LDMP 同的PPT在這裡 可以自己來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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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